过过独家画面带您掌握最新消息 人案医院里面一名长照的照服员 日前就常常在院内出现恍神的情形 护理长特别留心 16号下午4点多的时候 护理长又发现 这一名37岁的男性照服员 出现恍神的状况 当下立刻质问你是不是吸毒 照服员一开始还想否认 但又被发现鼻子上沾有一丝是毒品的粉末 院内立刻报警处理 警方到场在院方协助之下搜查 发现这名医院员工身上的识别症后面 竟然藏有第三级毒品凯他命一包 重达1.1克 立刻将嫌犯带回派出所进行征讯 这起事件发生 医院方面也高度关注 第一时间请警方到现场处理 由于这名照服员平常照顾的对象 大多是需要长期照顾的病患 很需要细心跟耐心 吸毒谎神可能危急病患性命 案件也格外引起关注 台北市卫生局预计上午也将进一步说明 所以一路我们通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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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路 打印 Singh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